1368年,朱元璋攻占南京应天府,建立明朝,结束了元朝在中原地区近百年的统治,也开启了接下来276年中国封建王朝历史的新的一页,然而,这场覆灭元朝,建立明朝的行动中,朱元璋并不是唯一的主角,一个叫朱棣的少年,也在这场战争中见鹿头角,以一名出色的战将的身份,立下汉马功劳。 作为明朝的开国之主,朱元璋自然对谁来接班统治这片土地倾注了极大的心血,在朱多儿子中,他最看重的就是当时的太子朱镖,朱镖从小聪慧过人,又勤勉好学,深得朱元璋的喜爱,朱元璋寄予厚望,认定朱镖就是最佳的接班人人选,作为心腹和左膀右臂,朱镖在朱元璋身边辅助处理朝政多年,早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,只待养父英年早逝, 他自然而然地便可稳稳坐上皇位,然而,在朱元璋看来,上天作弄人的心思何其毒烂,就在他年事已高,正准备让位与朱镖之时,朱镖却因操劳过度,导致身体没旷御下,终于在父亲朱元璋的凄凉注视中,已财数学浅的三十七岁之灵早逝了,朱元璋的心如刀角,他寄托一切期望的接班人突然离他而去, 这无疑是沉重的打击,然而皇位控悬,大明江山需要有人来承担,于是朱元璋只能退而求其次,李朱镖的一父子朱允文为接班人,作为朱元璋最宠爱的皇孙,朱允文从小生活优渥,受尽宠爱,然而好景不长,父亲朱镖的突然离世,使他年仅九岁就被推上了接班人的位置, 一个孩童理应无忧无虑地度过童年时光,朱允文却不得不提前承担起沉甸甸的责任与痛苦,更令人担忧的是,朱允文作为未成年人即将继承皇位,在明朝开国群臣与诸多叔父们心中,难免会蒙生出轻视与彼,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堪称是当世名将,因功勋而封侯败相,比小皇帝朱允文自力深厚且能力出众的不知反击,如今,这个刚刚十几岁的 矛头小子硬要跨过他们这些叔父辈而登上至高皇位,怎会甘心,其中由于手握重兵的藩王们为甚,他们对小皇帝朱允文的继位自然难以从心服口,在这些藩王中,最引人瞩目的是镇守北方的燕王朱棣,他不仅身手了得,指挥若定,更以北伐蒙古的战功文明辖尔,可以说,他完全有资格和实力争夺皇位,然而朱棣素来忠心耿耿,对兄长们和侄儿们并无野心, 只要封帝和权力不被剥夺,他本可安稳地守着云南,与朱允文你争我夺的皇位毫不相干,可就在朱允文即位后不久,年轻的小皇帝为了巩固权力,防止藩王们日后窥视皇位,果断展开大规模的削藩运动,他派心腹监军,开始削减藩王的兵权,这无疑触动了藩王们敏感的神经,引起他们强烈不满,其中以燕王朱棣的反应最为强烈,他无法忍受, 忍受自己辛辛苦苦训练出的精锐部队就这样被任意削减,于是在忍无可忍之下,他选择了举兵造反,自此,震惊中外的境难之一爆发,朱允文的统治也即将面临终结,经历长达四年惨烈战争,朱棣终于进入应天府,朱允文也从此下落成迷,当燕军攻入皇宫时,宫中突然一片火海,有人说是建文帝自焚身亡,也有传言他利用帝宫密道逃脱, 等到火灾平息之时,人们却发现宫中已经不见建文帝的踪影,他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失踪了,生死不明,这让刚刚夺取皇位的朱棣被敢棘手,建文帝不见踪影,他担心对方日后会东山再起,卷土重来,为确保自己的地位不再受到威胁, 他甚至多次派出郑和下西洋,寻找建文帝可能逃亡的线索,只可惜郑和历次远航归来,都没有建文帝的半点消息,他就像人间蒸发了一般,消失得无影无踪,建文帝的失踪固然是一个隐患,但更大的隐患在于,他留下的妻儿仍在世上, 尤其是建文帝的两个年幼儿子,作为皇室直系血脉,只要活着就随时可能成为建文帝势力东山再起的核心,因此亦得到这个消息,朱棣心中便生起强烈的警惕,他必须解决掉建文帝的妻儿,尤其不能让那两个皇子活下去,成为他夺位的障碍,建文帝的马皇后得知阴天沦陷的噩耗后,悲痛欲绝,最终选择自焚殉夫,而那两个年幼的皇子,朱棣并没有轻易 处置,或许是因为手足之情,他终究舍不得杀害自己的侄儿,最终,他遵从心中的那一点仁慈,决定让二皇子朱文归活下来,然而,他也清楚地知道,只要这个皇子在,就随时会成为他的巨大威胁,于是,他剥夺了朱文归的皇室身份,软禁在皇宫中,严格控制他的生活起居,不让其接触外界或获得教育,企图使他终生无法对自己造成任何危险。 经历几代皇帝的更替,直到五十年之后,朱棣镇继位释放了朱文归,那时他已从一个天真活泼的孩子长成白发苍苍的老人,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牢狱之灾中度过,长时间的软禁让他早已经失去作为皇室成员的荣耀与威严,五十多年的刻意压抑让他再无法对皇位产生任何觊觎或兴趣,他连自己的名字都几乎忘却,对外界一知半解, 已然失去充当政治或军事领袖的任何可能。朱棣镇释放他,不过是出于一个人均对这场悲剧最后幸存者的一点怜悯,他步上不归路,最后的结局,只能用惨淡收场来形容。 他本可以作为正统嫡系血脉而接掌皇位,继续明朝的统治历史,可一场兵变夺位,使他不得不走上流亡他乡,即或是自焚殉国的不归路。 而今,作为这场宫廷政变中最后的幸存者,命运已将他的未来可能性全部剥夺,他将在几年后孤独离世,明朝正统的火种,也随他的逝去而在历史长河中沉寂下去。